磁力的一个粒子进到磁场里面 以V的速度进到V的磁场里面 它所受到的磁力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依照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对一个非常special的case 那我们说是在一个uniform的 uniform的magnetic field里面的话 那就是一个非常均匀的磁场 那对这个均匀的磁场来讲的话 我现在我的particle进到这个磁场里面来 以V的速度进来 那我们看到 对这个particle来讲的话 它马上受到一个力 这个力呢 是V cos B 那当然 当我 这个particle的电性 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方向的 Vcos B 我的Q如果是正的 那我知道它受到的force 刚好是垂直的V也垂直的V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一个力垂直运动速度的时候 这个力会改变这个运动速度的方向 会不会改变大小 不会 那你现在你知道 好 运动速度的方向现在改变了 那因为你的受力 好 随时你因为运动速度的方向改变以后 同样的V Clos V 那受力的方向也跟着在改变 所以一路上我们就看到了所有的力 都一直永远跟V成这个垂直 换句话说 到最后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force呢 FV呢 就是这个particle的向心力 OK 那它的大小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 因为 V跟V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马上知道 force 是QVV OK 那它的运动半径 你这个force 就是把它拿来当向心力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向心力 你一拿出来以后 我们运动的轨迹R 就得出来了 R是等于多少呢 把QV一向过来的话 它就是QV分之NV 这个是你运动轨迹的半径R OK 这R的大小 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速度V 是完全 垂直 这场V的情况 这是第一种case的情况 好 那如果 我的速度V 并不是垂直 磁场V 那会怎么样呢 我说 我就把我的运动速度V 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垂直磁场 再加上另外一个部分 是平行磁场 我就直接把它写这样子 那垂直磁场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 这两个component 垂直磁场的部分 那它 让这个部分 它所受到的实力V QV B Cose B OK 平行磁场的部分 有没有受力 会不会受力 不会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它所受的磁力 是等于0的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的 两个有趣的 那我们看 我说 假设 不是我们也看到的 假设 我们磁场 的方向 B 那所有的磁场 是一个uniform的磁场 OK 换句话说 我们的B 是等于BZ 这样的情况 那我现在呢 我的force 不是平行磁场 也不是垂直磁场 我就要把它变成 一个是平行磁场的分量 一个是垂直磁场的分量 所以 这个呢 就是平行磁场的部分 这个呢 就是垂直磁场的部分 所以 V 是等于V平行 加V垂直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 那 你现在V平行的部分 这个部分 因为它没有受力 所以在Z轴方向上面 particle是什么 等速度运动 因为它没有受力 所以在Z component上面 它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OK 那现在呢 你已经知道Z轴上面是等速度运动 那垂直磁场的部分呢 垂直磁场的部分 就跟这边一样 你会怎么样做圆周运动 那我们看到V Cose V 你受到的力是X方向 所以 我们看到 这个particle V Cose V 你受到这个X方向的力 所以 这个particle它现在是 这样子转 如果只针对V 垂直来讲 它是这样子转 但是 你现在在Z轴方向 你又有一个定速度 所以 在这个方向的particle 不会是水平的运动而已 你变成什么 一边在转的时候 一边有一个朝上的 朝Z轴方向的 这个等速度运动 朝Z轴方向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整个particle 垂 这个 投影到SY平面上面 它是等速度运动 但是 在Z轴方向 它又是什么 它又是 这个 投影到SY平面上 它是延周运动 在Z轴方向 它又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它是一个螺旋形 的运动 一直往上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这是投影下来的 结果 它在SY平面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 我把它化成虚线 所以你看到的是 这整个particle的运动 你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螺 螺旋形的运动 它有一个逻辑 它有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D D是等于多少 D一定是等于 你的平行 Z轴方向的速度 乘上 它绕延周运动 它绕延周运动 的周期 D OK 这是 这是绕延周运动的周期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 非常 单纯的一个 这个 这个 速度 不 直接 垂直 实场 的一个 例子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那速度V 并不是 它不是均匀的 那最明显的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磁力线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磁力线 OK 那 你看到这个磁力线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两端的磁场 是 比较大的 OK 那这边的磁场是比较小的 那 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 带电的指点 再放在这里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 它会在这个最大点 两端最大磁场的地方 OK 这两个端 中间呢 那这个particle 就在这边做 这个 螺旋运动 然后 完了以后呢 到这里以后 再盪回来了 所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这个particle 是在这边 盪过去 然后再盪回来 然后再盪过去 再盪回来 它在这边oscelation 那这个oscelation的话 就好像 你现在一个带电的指点 那我不知道要把它放在哪里 这边 我要把它放在哪里 一个带电的指点 它在运动的情况之下 我要把它放在哪里 我就可以把它储存在这个 因为它就被卡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这好像是一个瓶子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叫做瓶 那这个particle就被极限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在加速器里面 是 这常常用的一个方式 那它可以把很多的plasma plasma就是一些带电的电浆 这是电浆 你把它卡坏住 那这卡坏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带电的粒子 这个部分 但是 这里面也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当你把它卡坏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粒子数太多的情况之下 这个particle在这里会产生什么 碰撞 那一产生碰撞的话 就不是什么 不是原来我们希望它卡坏的轨迹了 就更麻烦 很复杂的问题产生出来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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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磁频的部分的话 它能够卡坏的粒子 并 它的浓度并不能太 多的情况 这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 在应用上面 我们了解的 那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部分的话呢 你知道说这个磁点 在磁场里面 它是沿周运动的情况之下 那在 现在已经用来 测量非常多的 particle的电信的方法 我们宇宙有那么多的particle 你怎么知道这个particle 是震电 还是不带电 还是带负电 那 你就把一个磁场 放进来 你知道你有很多的宇宙射线在这里 那你的磁场放进来 那particle在哪里呢 我们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附近有particle 那我用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就在 我已经知道这里有磁场 而且磁场我也能够confine ok 那我就把这个区域啊 弄 变成 类似我们 在看 噴射机 你在影里面看到 那个噴射机 跑过去的时候 后面会留下什么 白白的一条 对不对 白白的一条是什么 水蒸气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高速滤子通过 那个高速的这个 飞机高速通过 那 那个 那个空气里面几乎是饱和了 然后呢 因为你的通过以后 那边的 拟结的水滴出来 同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里面 弄成一个饱和的水蒸气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 你们弄一些干冰过来 在实验室里面 很容易验证的 干冰是什么 固态的二氧化碳 对不对 你把它固态的二氧化碳放进来 然后这边就充满了什么 二氧化碳对不对 然后就饱和了 对不对 那饱和的水蒸 饱和的二氧化碳在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洞 那 你为了要做实验很明显的话 你就把那个放射线物质放在这里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轨迹的 也有这样的轨迹的 OK 那这样轨迹的跟这样轨迹的差别在哪里 对 一个是带正殿 一个就带虎殿 哪边是带正殿 哪一个带正殿 哪边带正殿 带正殿的是这边嘛 对不对 这就是Q带正殿 这个是Q带虎殿 所以 那你也可以去测量你的什么 因为你正殿你已经知道了 那你磁场知道 OK 那你速度呢 速度其实是很简单的 在这里你可以去 做一个速度的选择器 在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个速度选择器 那速度选择器怎么做呢 我们说 只要你这个particle 是带电的话 那我就可 他V是这个方向 那我可以在这边加上一个电场 然后加上一个磁场 那这个区域再加上一个磁场 OK 当电场跟磁场平衡的 这个电力跟磁力平衡的时候 就代表我这个例子 是不会受到电力跟磁力的作用 所以这边的磁场 所以我马上可以知道 E'V'V'就是我的V 我要让多少的V通过 我是可以去调控我的磁场跟电场 进来的V我就知道 OK 那进来的V知道的时候 V知道 V知道 R知道 R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 N除以E 或者我直接把 Q除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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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知道 RV分之V 所以这些V你知道了 V知道了 R知道 你就可以求出Q除了 所以 一个Particle 它的Charge 和Mass的比例 你就马上看出来 这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常常看的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就叫做银雾式 银雾式 OK 好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也非常 这个 这个 重要 因为 用这样的装置 电子的E over N 你马上就可以求出来 那在历史的发展里面 当 电子是什么的时候 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知道E over N的时候 那你就已经知道 那个Particle 它的N值是多少 因为E值的话 后面我们会知道说 它的E 其实是什么 是从命力跟油滴实验来的 电子的E知道以后 那E over N又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求出电子的质量 是等于多少 就是电子的质量 那在历史的装点上面 就是电子的质量 就是可以从这里面就得到 好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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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刚刚这个速度的选择器 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其实就是我们 电子印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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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T 那个中间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这个 电 这个速度的选择器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大概就上到这边